有壓力在選擇學校的時候嗎? 也會有的 全日學校在香港的學位是比較緊張的 什麼元素決定選擇的學校呢? 讓我太太喜歡嗎? 學費我就不擔心 那些學勸我覺得沒所謂的 放學去看看,小朋友放學開不開心 好像很變態,但真的要去看看 有沒有買天書? 有,訂了的 有,訂了我們的 我謝謝你 會不會讓她讀PM班? 我們應該都不會 未必 暫時見她都喜歡人 所以我猜她應該都可以入PM 也會 都在考慮中 因為小朋友更小 所以寧願她出去接觸多些大自然 或者多些去公園 都有排定隊 我會考慮給她PN 我會考慮給她PN HAPPY SCHOOL的 對她的發展 如果過早給她們撿筆寫字 其實對她的發展都不太好 最主要是開心 最重要是她讀得開心 都要上學 就已經很好 會盡量選擇近家 我會選擇近家 我會選擇近家 我小時候 我不想去太辛苦 近自己家 經過大女的經驗 是近一點好一點 因為有時有些突發狀況 要突然間去接小朋友 雖然家裡有工人姐姐 但是工人姐姐也有很多工作 所以如果近一點 就方便工人姐姐 也方便我自己 或者我媽媽去照顧 九龍城九龍堂 都會想試一下 可以便行 不可以便行 可以選區內 15分鐘車程內 都可以 我會先看家裡附近有沒有 之後再去看其他區 有沒有買天書 有 訂了 訂了是我們的 謝謝你 因為我之前的家人也有買到 可能也會用一個參考 有會買的 因為有時網上的資訊是有的 但是始終我要逐個網站去看 有本書 我分享給老人婆婆 家人一起討論的時候 有本書會方便一點的 有沒有信心 進到一些心皮學校 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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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壓力呢 其實選學校的時候 也有的 當其他人問起你的時候 你也會有壓力的 每天問你 是否真的 自己的準備不夠呢 都沒什麼壓力 最大的壓力可能就是 我想小朋友入全日學校 全日學校 在香港來說 學位是比較緊張的 嗯 需要太大壓力的 我覺得 嗯 順其自然 沒有特別壓力的 我覺得 小朋友入到的 就入 也無謂特別去逼他 我覺得 我住村屋的 那我就會問村屋 附近的家長的意見 放學去看看 小朋友放學開不開心 那些 真的好像很變態 但真的要去看看 小朋友放學 如果很開心的 我就會 記住那間學校 都是可能有些媽媽群的 嗯 下載了一些APP 或者上網 很久其實有些媽媽 就會號召 就說 我有個幼稚園群 大家想一起share資訊 我都入了一兩個